好,那今天教一下怎麼畫四連桿 那在畫之前有講一下四連桿是什麼 四連桿其實長得就像這樣子 那它會動,然後有很多應用 那比如說像汽車的懸吊雙A倍 雙A倍式的話就是這種形式 那我這邊有畫一個簡單的示意圖 它就是當我輪胎遇到坑的時候 它可以上下去適應地形 好,那就開始吧 所以我建立一個文件 然後呢,首先我要先畫出一個四連桿 在PARC的地方先畫第一個連桿 那其實四個連桿我讓它長一樣就好了 長度我設寬度是20 長度是80 然後再來是動 那動才是我們這邊的關鍵 因為動跟動的間距 才是 決定我們連桿機構的重點 那我這邊就設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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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再來是 設定動的大小 10 現在這個它長出來了 那它厚度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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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這邊修掉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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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左邊有寫數量 那這邊的話是一個重點 就是要怎麼把連桿組裝起來 那首先我先把其中一隻固定住 他就不會亂跑了 那在 這個地方Assemble就是 我組裝機構的一個視窗 那這邊的話是HotPod 換很多零件 那怎麼組裝呢 就是看這邊有一個 固定旋轉 滑動和平面結合 還有圓柱滑軌的結合 那我想選的是轉動 那我要選 這個圓 我要選這個面 外面這個圓 它有兩個圓 我要選外面這個圈 然後配合這個圈 好 這樣可以了 那就移動它 第二隻 好 那 現在發現它重疊起來了 沒關係 把它 反向就好了 這個 這是我們要的 那再來是還有一隻 這個 好 它一樣重疊了 反向 OK 那最後一隻 那現在它是可以亂動 現在它可以亂動 可以動動去 電腦跑得好慢 亂動 好 沒關係我先把它結合起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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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按這個 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四連桿了 應該還沒一分鐘吧 應該是固定的 應該是固定的 這個可以移動 啊 選固定了 搞笑 沒關係我改一下 改成 旋轉 這樣就好了 好 搞定 好那 接下來我順便畫個輪胎什麼的 比較漂亮 那一樣我們建立part的 就從這邊建立 我可以多建幾個 然後呢 我先畫個輪胎 建個草圖 那輪胎 那輪胎 我大小 我想要100 然後 再是它 要輪軸 輪軸 設10 然後長出厚度 厚度是50 確定 然後 然後 在輪胎內側的話 要放走 所以要內縮 內縮的話 這個 70 然後 擠出這邊選移除 移除 30公分 30nm 好 那為了漂亮 一樣把邊邊 修圓 倒腳 好 考定 那再畫軸 軸的話 就畫個陣風琴 20 20 就好 長出一個高度 20 然後再次長出我們的軸 這裡 然後長度的話 剛剛輪胎是 30 35 OK 那一樣 把它 插入進去 等一下 為了漂亮的輪胎 顏色改一下好了 改成灰色 好 好 那我們再插入吧 這個 找 輪胎 OK 那這邊我就選緊固 因為我這個東西 是要固定在我的 車上 好 那方向錯了 反向要 再旋轉 OK 然後再固定輪胎 輪胎要旋轉 這樣 按這裡面 反向沒關係 這樣就好了 好 那發現我的軸好像太短了 加長一下 40 好 那這樣就畫出來了 輪胎可以動了 好 那這次講的太多了 先這樣子吧 拜拜